我刚刚这一题 我在想说 我这个地方没有试过 如果像刚刚这一题 实际上 假如 我初始值不要是1 我可以是5 后面的话 我只要逗点5的话 也就是我第一个一定5 然后中间间隔 下一个不就刚刚5的倍数吗 因为step 5 间隔5的话就是10 那10间隔一个5 那就15 再间隔就是20 那直到21就停掉了 就没有了 因为这个数字大于 就停下来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 假如我用这个方法修改的话 逻辑判断也就不用了 所以这边可以注解掉 我把它按砍住斜线 然后累加的话就累加这一行 那结果一不一样 其实把它执行 我刚刚试了一下 我发现好像也是OK的 21 enter 刚刚是50 结果50 OK 这种写法 感觉好像更简单 就少了一个逻辑判断 OK 所以这也许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再来的话 其实写法你可以再斟酌看看 这样已经够简单 应该没有更简单的 因为又三掉一行 那等于里面层次五行层次而已 其他没办法变动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306 306呢 基本上题目大家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呢 它就是用回圈 一样做阶层计算 前面的话都累加 就加 某个数字加 哪个数字 一直累加 可是呢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叫做 累成吧 就是把存的结果 把它 加种的结果 把它记录下来 把它存起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我大概demo一下 基本上 如果假设输入一个 所谓的15的话 这个15的话就是15 然后一个惊叹 这个15的阶层 意思就是说呢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它自己本身 乘上它 以前面 前面所有的数字 14 再乘上13 一直乘到多少 乘到1为止 把这个所有的结果 乘完之后的 计算结果 输出 就这个结果 OK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要如何利用回圈 帮我把这个逻辑 来做输出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当然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写法 是反向回圈 如果反向的话 是越越少 当然这个结果跟1乘上2乘上 一直乘到15 其实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 假设我要写出一个这样的结果 该如何撰写 1的话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306 OK 其实程式也不多啦 就5行 里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 这边输入15 enter 结果都出来了 意思就是帮我把1乘上2乘上3 一直乘到15为止 首先的话这地方 如果撰写这个对应的存式 第一个的话一样 我先让他input 所以一样是a 然后呢 ans的话呢 特别注意哦 前面都预设值等于0 对不对 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你现在变成1呢 关键来了哦 因为如果你假如说初始值就给它0的话 那0去乘上其他数字的话 那就变0了 乘完之后也是0 不对啊 OK 所以特别说为什么ns等于1哦 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前面都是0哦 因为是加的 那乘的话你不能乘上0 乘上0的话 那通通变0了 OK 所以ns初始值 那我给它使用1 那底下的话呢 我要怎么跑这个回圈 一直乘一乘 用回圈来写 请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不难 层次下面只有三行 for i in range range 然后里面的话呢 就是关键地方就是ans等于 我们是ans加上i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ans乘上i就对了 用乘哦 最后把那个nsprint出来 结果就OK 三行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最后的话我们一样 for i 所以你会发现 写来写去都固定 for i in range 那这个range的部分就是你要乘的范围 那从哪个字开始 从1开始 斗点 到哪里呢 到a加1 有没有 假设输入15 那就16停下来 OK 那当然你可以反向 如果反向的话 刚好这边 如果假设前面是a 假设一直乘成 假设你这边a的话 那记得这边的话 一直乘到0 应该是0停下来 但是后面的话记得要-1 越来越少 反向回圈 OK 15 14 13 一直到1停下来 OK 当然不结果一样 所以理论上没事的话 不要自己找麻烦 干脆你就想写这样就可以了 OK Enter一下 然后乘的话就是ans这个值 它等于什么呢 ans 自己本身在乘上 那个i的值 所以它第一次是1 1乘上1 还是1 2乘上1 那就2存在前面去 然后2乘上3 然后就存在6 OK 然后一时类推 那一时乘 乘完之后的结果 帮我怎么样 帮我print 到 这个 输出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print 然后ans 这样结果就OK了 不过呢 有个地方 其实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从1开始 好像有点多余 因为1乘任何乘的还是 还是一样 有没有 所以其实你应该从2开始 也可以啊 因为1乘任何 1乘1还是1 那你不会多乘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要让城市跑跨一点的话 少一个步骤 有没有 这地方其实可以输了2的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把它执行 理论上 输入15 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OK 那理论上应该用4违线 用化违线其实也没道理啦 因为化违线也没比较快 所以这部分也许 再想想看 怎么样做 阶层的 这个成完的 加总结果 OK 那前面 123 246好像比较简单 再来是308 你会发现那个逻辑 相对的就复杂一些些了 它叫回圈 位数 加总 那它基本上 你看那个范围就感觉 哇 那范围怎么复杂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它应该可以拆成两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把这个数字 输入之后的话 请你帮我把 它这个里面每一个 每一个位数的 这个数字 独立出来 然后把它累加 就是9 加8 加7 加6 加5 的结果就三数 OK 所以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你想说 那前面这地方有个1 1意思说 我只要输入一次 一个数字而已 那三个话意思就是说 我会输入这个第一个 帮我做一次 第二个 帮我做第二次 第三次 意思说 那意思就是什么 外面就抛一个什么 4回圈就可以了 有没有 4 I in range 就看它跑几次 有没有跟我们之前那个 拆数字游戏到底有点像 OK 所以你可以 拆成两部分 也许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做这一部分 再做这一部分 这样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待会的话有时间想想看 308这一题 看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些 那解法不止一种 308这一题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 某个数字一个一个的把它拆开来 那拆的方法 有几种方法 一个是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一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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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把它切开来 自己把这一题给做出来 我是建议你可以分两阶段 先处理 累加的部分 再处理外面的回宣部分 OK 那 试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那个308这一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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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